但我好不好奇 一个养蛇婆子家里最凶猛的毒物究竟是什么吗 在每个人的印象里 蛇这个玩意就是冷血 九十五千 九十喜欢咬人 而且还带毒的那种 但其实 正常的宠物蛇只要经过人类的驯化 基本上脾气都会蛮乖的 但是偶尔脾气不太好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攻击主人 而且宠物蛇攻击人之前的话 还会有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前摇 他们会疯狂地抖动自己的尾巴 然后警告你不要再靠近了 再靠近的话我就要攻击你了 但是 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 就算都咬着了 那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只需要简单的消消毒就OK了 前面是无毒蛇啊 前面是无毒的宠物蛇啊 我毫不夸张到说 我这整个爬房的蛇我都不太怕的 我甚至敢不戴手套去抓他们 当然是啊 当然是 咱们整个爬房里面最羞慕的动物 那居然不是蛇 居然是这个玩意 只有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蛇攻击人之前 起码还会有点警告的动作是吧 但是这个玩意 它完全就是零针起手 大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丑不拉击的东西是个非洲牛蛙 这个玩意 它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你会动 它就敢咬 不管你体型有多辣 它都会想咬一口狮子 而且不要看非洲牛蛙这个东西 看起来憨不拉击的 但是 从体型下 它跟蛇 它咬合力可比蛇大多了 那要不是有玻璃格子 它跳不出来 毫不开玩笑的时候 它能追着我咬 而且这还不是因为它饥饿导致的 即便是它吃完了东西 它攻击一旺依旧非常的强 曾经有一次 我有心让它吃饱饭了之后去调到它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我的手指就开始冒红了 虽然伤害不到 只能吊一旦小皮 但是 但是也是非常顺人的 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 非洲牛蛙的头骨标本 然后 你们就要惊奇地发现 这个东西它是有上下两拍牙齿的 如果你有什么大乱想法的话 现在可以去取下这个念头了 这赖起宝还只是一个压成体的体积 它完全成体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两斤的体重 两斤 两斤什么概念 你们这位置的刚果牛蛙两盘加起来 可能还没有它一直那么重 当然 养爬虫就是为了上手 不上手就失去了养爬虫的意义了 但上手这个赖起宝 说句实话 这不断手套 我是真的不敢上手 而且还只单单就这样后方咬的那种 说实话 这赖起宝上手之后 他有点印记 他有点印记 他攻击我了 他都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 好的好的 控制住了 这把我下了一击 把我下了都差点印记了 但把话给说回来 这赖起宝的手感呢 说实在话 他是挺恶心的 大家不要骂我 就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已 绝对毫无恶意 他跑了他跑了 那很神奇的就是 这赖起宝他还是轻软怕硬的 他只要遇到比他自己还要大的蛤蟆 不知道他认不认得出这个是蛤蟆 就是我放在牌坊里招财的山猪金蝉 每次只要他一出现 赖起宝他就会开始老实了 这可能就是炫脉压制吧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赖起宝这个东西 他虽然长到场 但是他身价特别的高 据不完全统计 他现在的身价应该值个五六千了 这倒不是他能卖这个价钱 而是因为他消化了这么多个价钱 因为他从到我家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会时不时不好处理一些嘎吊的小蛇 上次王蛇猪鼻 下次玉米酥带 他基本上都吃了个遍 每次有小蛇损号 我都会留给他的buff 但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陪伴着我 比如说他怎么看起来可怜兮兮的样子 故意是散度金蝉 老板给他压力太大了 那拿开算了 好的他现在是彻底老实了 你跟金毛后面说了 喂你之前那个虚拟保肥的样子 麻烦恢复一下呗 现在你这个性格我倒也有点不太习惯了 算了不弄他了 赖起保肤金蝉有点吓坏了 给他放回去吧 先把他给吓的 整只挖都不太好了 算了算了不完他了 要让他好好先休息休息吧 一般都是一应急又开始亂拍Oligate 结果就非常的恐怖